很温柔很心机很自然很清透的这么一个眼影盘 你觉得你的皮肤一下子就喝饱了水那种感觉 这个质地结合上它这个颜色在一起真的是绝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四龙欢迎回来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背景 我已经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今天就想说怎么着也得拍个视频了 再拍我觉得大家都把我给忘了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这段时间 你来比较爱用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想说的呢就是他们仨都是来自修丽可的精华 我觉得我一口气说他们家三个产品 我真的不是脱我也不是 但是他们家的每一款精华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没有一瓶是采雷的 OK那我就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说吧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绿色的瓶子 它是色修 因为有植物的萃取精华 所以说这一瓶主打的就是 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敏感的肌肤的话 它是能起到一个舒缓镇定的作用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瓶最神奇的就是 它有去痘印的功效 我有几处本来是那种发黑色的痘痘 用了这个之后呢 它的颜色渐渐的浅了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因为大家要知道 痘印其实是真的很难削下去的 那我呢这一瓶大概用了半瓶吧 我就觉得已经有点见效了 所以说这个色修呢 我是会推荐有痘印的朋友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家最最最最最有名的这个叫B5 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 也没有什么味道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平平无奇 但是真的它保湿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上脸是很舒服很水润的那种 我白天的话用完化妆水之后 我就会先用色修再用B5 这两个一起用 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又清爽又保湿 而且他们两个质地都是属于很轻薄的 也不香 反正就是很好用 我不需要你香 我需要你好用 色慧盘就是这个黑紫色的瓶子 它是紫米精华 就比较适合我这种 刚刚开始有一些 有一点点抗老需求的女生 晚上的话会先用紫米精华 再搭配B5精华 就是这个是我晚上的组合 就会明显的觉得它的流动性 没有刚刚的那两个好 因为它是会稍微粘稠一点的 但是上脸之后的滋润程度 就是你觉得你的皮肤 一下子就喝饱了水那种感觉 真的是一个晚上睡觉前用起来 会觉得很舒服的精华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先买一瓶试一试 因为我就是先入的B5 我觉得B5好用 然后我才去买了色修 色修我又觉得好用 我才入了紫米 那下一步呢 我可能就会尝试 他们家更多种类的精华 到时候如果好 那么好 我再接着给大家update 第二个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呢 就是这款Fresh新出的玫瑰面膜 他们家之前老的那个面膜 我就一直这么多年一直有在用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非常非常聪明 因为它一边是比较清爽的这种褶利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比较滋润的乳霜 不管你是哪种肤质 你都是可以入这款面膜的 比如说你是比较油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多用一点点褶利 少用一点点乳霜 但如果你是比较干的朋友呢 你就可以多用一点点乳霜 少用一点点褶利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去调和你用的比例 而且它是属于镇静保湿 或者说熬夜啊修复啊红血丝 都可以用很温和很清爽 很香的一款面膜 用完这款面膜 再来我摸我的皮肤 就觉得真的还挺滋润的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用了这个面膜 还是因为用了刚刚的精华 anyways 反正就是这个面膜也非常的好用 我最近一直在意 我现在第三个想说的呢 就是这个XL的眼液SR03 不夸张的说 我过去的半年 我的眼妆99.9%都是这一盘完成的 尤其是它的这个颜色 你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颜色它已经凹进去了 就是说明我对它的使用度 真的是情有独钟 介于那种裸粉色和大地棕之间 很微妙的一个颜色 非常非常能加深的眼 我能让你的眼睛看起来大很多 但同时又就是巨自然 特别自然 超级自然 可能年纪越大 我就越喜欢很温柔的眼妆 这个颜色真的就是 你用它打底 不要再用其他的去叠加很多 很温柔 很心机 很自然 很清透的这么一个眼影盘 然后就是一个染眉膏 我的眉毛 现在上面用的就是这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怎么多 是在一个小店里买到它的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因为它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它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而且还挺耐用的 我用了已经蛮久了 颜色呢就是红棕色 跟我现在头发还挺搭的 头发就是掉色嘛 掉出了这种红不红 黄不黄 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再找染眉膏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这款 下一个东西呢 就是来自Renology的这个美妆蛋 其实我买这个美妆蛋 第一次买 他们店里面都断货了 然后我等它补货 等了好久我才买到它 非常的软 手感非常非常的好 用它上粉底 就觉得一点都不会卡粉 上上去之后的妆面呢 是很细腻的 而且它的价格是真的比我之前用的那些美妆蛋 比如说那个叫做什么 Real Technology Real Techniques Real Technology什么鬼 便宜了太多倍 然后又好用很多 小小的一支 也非常的便携 肯定是会再回购的 然后想说的呢 都是T蛋寄给我的所有唇釉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支 叫做一克喜欢 真的是太好看了 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真的平时是不怎么涂唇釉的 因为我觉得唇釉这个东西 它对于质地和颜色的把控是非常非常难的 要求是很高的 稍有不慎就会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你的妆面很油腻或者很廉价 但是这支镜面唇釉就是它的这个质地 结合上它这个颜色在一起真的是绝了 现在给大家上嘴试一下吧 OK 我涂完了 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就是日杂豆沙色 日具女主角的感觉 很清爽很温柔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这个唇釉的质地 对于我这种就是吃饭一定要把口红擦掉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友好 轻轻的一抿它就掉了 无论是出去拍照啊 吃饭喝咖啡 戴上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现在厚涂给大家看一下 厚涂的话呢 就是彻彻底底的果冻唇了 真的遮盖力特别的好 一点都不会显唇稳 这个镜面真的是反光到 我感觉我可以用我的嘴唇照镜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 很适合那种想要嘟嘟唇的薄唇女生 反正就是一支你可以一直放在你的包里 针对不同的场合 然后去选择它不同用法的一支唇油 里面还含有可以养唇的营养成分 红上之后你会闻到很淡很淡的薄荷的香气 真的非常的适合夏天 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个系列的另外两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一个叫做三分缠绵 一个叫做爆浆热链 怎么刷成这个样子啊 这样子怎么回事 我好像涂歪了 第一个这个颜色呢 就是添那种橘色肉桂奶茶挂的 也是很温柔很温柔颜色 这个呢 天哪我的手 真像它的名字一样 很火辣很活泼 是会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今天最后一个想说的呢 我给大家一闪而过一下 因为是比较私人的物品 所以我就不展示了 但是呢就是女生夏天一定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就是胸贴 在我在淘宝上踩了无数的胸贴架的雷之后 我觉得这家的胸贴 是我总结下来最最最好用的一家 我应该用了至少有一年了吧 是无限的再回购的 夏天真的离不开这样东西 你要穿吊袋啊什么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因为它就是好用 它就是沾 那个叫什么沾粘度嘛 就是粘合度特别的好 出汗它也不会说掉下来什么的 OK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都是我非常喜欢一种东西 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我 不要忘记帮我三连真视频 谢谢爱你们 拜拜